哇 人家庄圆好大 简直像宫殿一样 哇 大帅哥 那么 应该就是离家生养了四个养子吧 看哪呢 跟我走吧 全球最贵别墅 凌云宅 是首付李老爷子 为失踪十五年的孙女专门建造的 而里面住着的 则是李老爷子 为其精心培养的四个未婚夫 霍亭称 黎氏集团CEO 掌握着全国经济命脉 不苟言笑 不谈恋爱 故为 全球知名脑科专家 有严重洁癖 长这么大 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 思南 亚洲顶流idol 私生活非常干净 从不和女人接触 附身 全球第一名校的校草学霸 学校里女生们真相追逐的对象 却一直守身如玉 家里这四位少爷都是属于小小姐的 你们这些小女佣不要妄想 是 你到底在哪里呀 爷爷找了你十五年了 你到底在哪儿 老爷 有小小姐的消息了 快带我去 老爷 你们把房间都打扫一下 是 老爷等等我 你好不理精 敢跑到这儿来勾引黎家四少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来这儿当女佣的 你凭什么打人 狗屁 这是石油大喝的女儿 不利 这是寄车霸主的女儿 罗冲 这是能源大王的女儿 臣妾 而我是本城互联网大喝的女儿 叶蓉 你们这么有钱 为什么还来这儿当女佣 您知故问 当然是为了当黎家上买的呢 黎家大小姐一直下落不明 我们进来当女佣 就可以敬省楼台 和黎家四位继承人少爷日久生情 但凡能搞定一个 我们便能得到破天的富贵 享受无上的荣光 现在 知道为什么黎家的女佣总出事 因为跟我们抢黎家上 都得死 还不快滚 晓晓呀 妈没出闲 还没存够你哥的学费 求你了 你去凌云寨打工吧 虽然那边女佣总出意外 但一个月 就能赚够你哥的学费了 晓晓啊 等哥毕业了 一定带你过上好日子 啊 我要跟哥哥上去 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我不是什么名言归宵 我对你们说的黎家少爷不感兴趣 我来这就是为了赚钱 只要干过一个月 拿到工资我就走 原来真的是个穷鬼啊 好 我们呢可以放过你 但我们的活你都得干 那就先走 书房 快吃干净吧 还不快去 滚啊 叶蓉 你也太狠了吧 上来就是王炸呀 大少爷过停车的书房里面 可有小小姐的照片 不允许任何人记住他 进去过的人 下场几惨 走 等会儿有好戏 走 叫我为了赚哥的学费 我刚才被撕了 这小女孩怎么这么艳熟 还有这玉佩 怎么和我的一样 你在干什么 谁让你进来 我我是来打扫的 整个凌云宅 谁不知道我的书房是进的 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勾引 你是嫌命太长了吗 不是不是 我 我是发现这 谁让你碰他的 是因为我也 闭嘴 来人 上下巴 擅长我书房这 重大三十平 就没有用 你疯了吗 我只是来打扫的 老爷 虽然我们晚到了一步 小小姐他们一家已经搬走了 但是 我已经派人再查他们的电话号码 好 去吧 是 幸好你早点找到我的身影下里 你放开我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讨厌我不要去上学 放开我 这厉害啊 要么 爷爷说年纪上线 你放开我 第一遍 打你擅长书房 住手 爷爷 您回来了 小丽她 有消息了吗 这个小女妖 怎么回事 这个小女妖 竟敢进我书房 还敢触碰小丽的照片 我正准备加法处置 老爷子我对天发誓 真的是别的女妖让我来打扫房间的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书房不能进 照片 学配的事 还是先不说了吧 我只是参试一下 他敢撒谎 他都不认识小丽小时候的照片 肯定不是小丽 我看你是不见观察不落泪 来 小丽 爷爷 他毕竟是新来的 这事啊 就过去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小丽现在 应该也这么大了吧 爷爷 警察 我知道你现在很想小丽回来 但如果现在小丽知道你因为她而变得敏感 极端 她也会很难过的 小丽 你到底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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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就去打扫 嗯 我停身那个暴力矿的房间 我是不回去了 那 就从富山少爷的房间开始好了 又有一个想来拖映我的小丽 又一个想来拖映我的小丽 奇怪 我我心跳怎么突然这么快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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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风女人 你我送了 我送你别打了 给老娘死 哎 哎 哎 你亲爱抢走了我富山留给小丽的重吻 你你是富山少爷 想勾引我是吧 我给你要人了 你放开我 别装了 好好陪我 林云宅里的东西 随便你挑走一件 剩下三亿的油画 陪着车库里的车 此便 不需要你的钱 你放开我 奇怪 为什么伤害他 我的心会痛 一定是他才会装可怜了 此便 干嘛 林小小 陪家的少爷们可都是小小姐的未婚夫 你可不能犯错 奇怪 明明想装弄他 为什么这么想我下去 看起来好眼神啊 换个 快 就这么快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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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还给我 收留小黎的那户人家的电话号码查到了 正在查老爷 抓紧 我已经不不及待谁要见到我的小黎了 是 你还给我 我就不给 你给我 我也就不给气 怎么 你给我 就不给 就不给 就 还给我 你给我 給我 給我 住手 爺爺您怎麼來了 爺爺 爺爺 你跟這個小女傭在做什麼 我 敢惹本少 看著這怎麼給你嚇尿了呢 爺爺 這個女傭心懷不軌 她故意進我房間勾引我 我沒有 要不是我為小黎守身如玉的意志力監聽 我差點著了她的道 她的撒謊 我真的是來打扫房間的 老爺 是富山少爺小朋友嗎 把我心 我沒有 這小女傭 看著不像會瞎搞事的樣子 富山這臭小子 又像了愛猪肉呢 難道 真是這臭小子搞得鬼嗎 你胡說 林小小 王管家都說了 雷元宅的四位少爺是小小姐的未婚夫 是我們不能觸遇的 你剛勾引了亭琛少爺 現在又來勾引富山少爺 你是在雷元宅的規矩 我沒有勾引富山 是你讓我打掃貨上書房的 貨上的書房可是境地 我們同事一場 我怎麼會送你去死呢 你 說了 原本以為你是個好姑娘 結果跟那些靠身體上 你的腰液賤護沒什麼區別 你被開除了 趕快滾蛋 爺爺 那個其實他沒有公英 我是開玩笑 你不要閉嘴 你是我說你的未婚夫悲選 怎麼能像著別的女人是我 我真的沒有撒謊 老爺 求你了 我不能沒有這份工作 你 最右下 你們一起給我滾著雷元宅 爺 那個 不好意思啊 傅少爺 在你們少爺眼裡 我們求人是不是就是毫無尊嚴的樓椅 想他就他 想罵就罵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其實 沒想到事情會鬧這麼大 夠 您是高高在上的少爺 不過是個低賤的女優 不必跟您說話 所以麻煩您 離我遠點心 不是 你這是我管 管理 啊 爹 哎 林小小 先吃一個月 穿高哥哥的學費你就可以走了 算命先生說我和小禮的心裡是相通的 可這個小禮的難過 我怎麼也難受 你放開我 大哥 大哥喝醉了 大哥喝醉容易把人當作小迷 咦 今天不知道哪個倒回的要遭殃 小禮 喂 幹完今天我就能拿工資走人了 和你躲著點這個暴遊話 呀 你就算摔死我也不會管你的 嗯 好的時候 老人 說是上一下了 去 去出發 是可是你讓我去出發的 再給我比比老娘 老娘咬死你 小禮 小禮 護上你幹嘛 小禮 你回來了 這玻璃房竟然會笑 還挺好看 護上你認錯人了 我不是小小姐 還想騙我 你 是我的 我是那 神經病 小禮 你不要離開我 小禮 你不要離開我 書包子玫瑰 被奔 相愛 又完美 愛情的風味 小水 別著 小曖昧 衝壞了 哎 在雨 啊 照片 還好照片沒壞 給我 這這這可是是你撕壞的 啊 我只要沒有說 不准進我房間 可你不僅來了 還弄壞了我最心愛的小禮照片 不是是你喝醋了等我才送一會是吧 還撒謊 老爺 電話打通了 查到小小姐的下落了 他這個月剛好來林雲宅做女傭 這個月 難道是他 這有巷子 你們一起給我滾走林雲宅 我竟然兇了我最愛的孫子 還差點把他趕出林雲宅 我還請了一下 我叫請了一下 說 為什麼要弄壞小禮的照片 誰想跟在那邊 自始至終我都只愛他一個人 你為什麼要一二再再二段招惹我 啊 你以為你弄壞的照片我就會愛上你嗎 不 我只會殺了你 去死去死 住手 他就是小禮 你趕快放鬆 小禮 爺 他是小禮 沒錯 他就是我的孫女 你們的未婚妻 李小小 他是小禮 小禮 剛才 今天差點 掐死小禮 你 你 老 是您孫女 老爺 您是不是弄錯了 我不叫李小小 我姓林 叫林小小 我不會忍住他 這是你小時候的照片 這玉佩 也是你從頭一直帶著 證明你拿走這個玉佩 就會證明你的身份 玉佩 啊 對 我的確有個一模一樣的玉佩 好 把這邊給爺爺看看啊 難道 我真的是李老爺子的孫女 我的玉佩 我的玉佩怎麼不見了 怎麼會沒了呢 因為他在撒謊呀 對 就是這塊玉佩 爺爺 我才是您的孫女 離家的四個少爺 全都屬於我了 爺爺 我終於找到你了 把這些給本少爺洗了 記得手洗啊 好的不是少爺 我一定會好好幫你洗 爺爺出勁了 神經病 你生氣都這麼帥 這不是小小姐的玉佩嗎 雖然不知道這玉佩是怎麼出現在副身上有口袋裡的 但既然這破天的富貴鏡的路頭上 那我就像那 爺爺 這麼多年我流落在外 過得真的好辛苦 是爺爺的錯 讓你受苦了 爺爺以後一定好好補償你 這四個 是爺爺為你準備的四個慰問夫 不過的玉佩怎麼在你這兒 丫頭 你說什麼 是玉佩是你的 這個嚇得人居然是林家的小小姐 我才被享受林家的破天富貴 好 真假美好嗎 林小小 我找到家人 你不為我高興了就算了 怎麼還想搶走我的信物呢 我沒有 那玉佩真的是我的 傅山少爺見過的 一定是我們今天爭執的時候 不小心掉的 傅山少爺 你記得吧 什麼 傅山見過林小小的玉佩 好像 就是這個 老爺你看 我沒猜謊 該死 主廚的牙子不能讓他飛了 林小小 我要你死 我知道 孩子 你知道什麼了 爺爺 你送給我的玉佩 雖然是名家孤品 但是網上有很多山寨款 而林小小的玉佩 一定是山寨的 爺爺你看 我們家就是普通家庭 而且 我們還從來沒跟我說過 我有個這麼有錢的爺爺 林小小 你嫉妒我是 黎佳小小姐我能理解 但你是不是應該有點自知之明啊 窮崩了吧 敢碰層首富 對不起啊 可能是我看錯了 果然 這是個貪圖榮華富貴的小騙子 虧我 還真以為他是我的親孫 敢騙我 我既然真的以為他是我的小黎 可真的小黎會爛死 為什麼我就感覺這麼陌生 敢騙我爺爺 來人 上家法 弄死他 小黎 睡了吧 爺爺 我就是咽不下這口氣 小黎啊 今天是爺爺做回你的好日子啊 我一撒發 好的 爺爺 警察 爺 顧偉 爺 沈楠 爺 復生 爺 你們都應該知道 我領养你們後 一直就把你們 當作孫女婿的標準來培養 是是是 小黎 流落外頭十幾年 現在 他終於回來了 小黎啊 這就是爺爺 給你準備的四個未婚夫 你 選一個吧 小黎啊 這就是爺爺 給你準備的四個未婚夫 你 選一個吧 高隆 金玉霸董 胡亭辰 腹黑澳嬌 一生 火力 聚美 明明 底流 絲門 華麗陽光 小奶粉 護身 浩漫 爺 哪個都想要這麼棒啊 爺爺 小黎剛剛回來 需要時間休息 不如等他休息好了 再做其他的決定吧 我不累的 天真 說得對 是我太心急了 小黎啊 今天 就早點休息吧 好的 爺爺 爺爺 我想讓林曉曉 當我的貼身女佣 好啊 哎 今天我們可是都說好了 我們四個都跟林曉曉管 爺爺 就算小黎是年輕的女兒 你也不能厚死我鼻子 這 小黎啊 爺爺確實說過 讓小小負責照顧他們四個 家裡有那麼多的女友 你就換一個吧 爺爺 爺爺 我喜歡林曉曉 我想讓林曉曉來照顧我 你是喜歡林曉曉 是因為今天的事情懷恨在心 這個富士就喝藥了 他幹嘛怎麼哭著林曉曉 爺爺 爺爺 我沒有 我就是 不哭了不哭了啊 你不就是要一個董事的女優嗎 家裡那麼多女優 不虧你 爺爺 我 時間不早了 大家都早點休息吧 七天後 我要在林曉曉 去辦民流酒會啊 向所有上層人士宣布 我黎大夫的孫女 找回來了 只要得到了李老爺子的承認 那我就是黎家名副其實的小小姐 林曉曉再怎麼說都沒用 到時候 我還要宣布 小黎的未婚夫 你們四個 準備一下 是 爺爺 小黎啊 我領你去休息啊 好爺爺 用了 拜拜 哎 別跟你剛剛幫我說 我就會領你的槍 你搞錯了嗎 你以為我不讓你去伺候 李家小小姐是在幫你啊 你打算吓死了 我把你留在我身邊啊 就是想故意 你折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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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心理準備了嗎 小女優 做好心理準備了嗎 小女優 這些他早不晚 千萬別想睡覺 我 提下在家的錢 收得好轉 奇怪 這個妹呢 我去都是你月風的頭裡 衣服都是個夜人 小小姐 谢谢 小小姐当时帮我洗衣服的时候 有看到过一个玉佩吗 就这个痛快 笑话 我怎么可能见过你的玉佩 我这个玉佩可是被我一直戴在身上的 是吗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离家唯一的继承人 你要是再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就让爷爷把你赶下去 好的 尊贵的继承人 可怜小姨我当了师傅 当这么个玩意儿 要是小女佣是小小姐 那该弄 为什么小丽回家了 我却心烦意了 来人 给我煮点清酒汤 小小姐 停车哥哥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呀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我没有 停车哥哥 你不用憋着的 我会帮你的 快闻我快闻我 我停车 你不是喝了酒就喜欢乱亲吗 不行 你是离家的小小姐 我 是 我是离家的小小姐 你也是我的外公父之一 我想做什么 你难道想反抗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 我 霍天真 你快站住 你家这么有钱 这种多情形 这么大的摘死 非得我一顿打算 霍总 霍总 喝了多少酒 他 喝醋的时候不是最喜欢乱亲人的吗 霍总这样 看起来有点危险 夏丽 霍总这样 看起来有点危险 小丽 就来了 我不是小丽 我叫林晓晓 帮我干嘛 什么 帮我摘一下眼睛 霍总 确实有点帅 霍总 霍总 你是小小姐的外公父 不可以这样 对 我是你的外公父 所以 你只想我了 是 谢谢少爷 你心灰会实在是太过分了 混蛋 你走 你笑不笑 你又他妈坏我好事 你居然敢伤害霍总 来人 小小姐 把霍总扶回房间休息 另外 把这个贱人 给我抓起来 是 是 好 你个林晓晓 我好不容易有机会拿下霍廷春 居然又被你接租仙刀 小小姐 霍总是因为喝多了才胡乱听人的 我是霍总的未婚妻 她喝多了不来找我 难道来抢我你这个女佣吗 哈哈哈哈 这娘们真是不自量力 她觉得自己能给小小姐饼 听到了吗 你的话 谁信 不能因为你是李家小小姐就不尊重人 你是我们家的下人 就是见 救 你也配谈尊重 把她的衣服给我扒了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没脸没皮 行 过来 你放开 对 来 给她把衣服扒了 再脱了她的裙子 扒 这个女佣欺负我 你得帮我 帮啊 肯定帮 我一会儿啊 把你们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去 让他们看看 我们李家小小姐有多么的不好人 你要把这个发到网上 让她误会我是正式欺人 难道不是 傅审是 在帮我 傅审 你是我的未婚夫 你为什么要帮这个女佣 你喜欢她 我是不是你未婚夫还是未失的 但是她是我女 只能我欺负 如果让霍天真知道 你自私的关罪到 喝醉了的霍天真 喜欢搬人衣服 但是清醒了货子 是会拔了你的皮 你怎么知道 我不管 今晚你无论如何 你把过情圈就灌醉 我觉得 你可能一时误会了 我 过来 虽然附身平时总整我 但现在她看起来和善多了 林霄霄 下次你可没这么幸运啊 看什么呢 你眼珠子快沾我趁哥身上吧 我没有 你别看她喝了酒之后热心了 她清醒的时候 她就完全是个冷血了 她呀 有你眼中的情感冷漠症 情感冷漠症 那是什么 霍天真 她小时候是跌不疼 娘不爱 被关在书房长到13岁 以至于啊 完全封闭了自己的感情 她呀 是不会爱上任何人的 因为那些亲吻 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我一个小女佣 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女佣房的大床 可真舒服 肯定舒服 别说是女佣睡的 也得一百来万的 手感真好 不愧是一百来万的 这个一百来万可买不到哦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 我看见天使了 天使 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本少爷还是更喜欢被人叫做 哎 蝉子 你 四大少爷 你怎么在我床上 睡觉啊 你 你怎么进来的 开门进来的 你没上锁了呀 我一个私生粉 是开锁小灯水 我跟他学了几张 哎呀别说了 再睡会儿 不是 神经病啊 谁要跟你再睡会儿 哼 真是小气 那我自己睡好了 我 我怎么会自己房间去睡 哎呀 太吵了 上来梦到我自己独立房间 有什么吵 哎呀 就是因为太近了 所以才吵啊 这么大的人 怎么还跟我小朋友 我没什么事 我没那个事 找我有什么事吗 现在几点了 9点13 我每天早上9点 要准时吃早餐 你是家里的女优 现在已经9点13了 你居然刚从屋里面出来 思南在你房间 啊 怎么可能 我是思南少爷的粉丝 我在听他的歌呢 这祖宗怎么这个时候跑出来了 啊 原来你也是我的粉丝呀 你让我睡得这么舒服 看来 我得给你个四大福利 你们 睡了 你们 睡了 顾文医生 你误会了 思南少爷的意思是 拜拜喽 小牛 我不管 你怎么跟他们乱过 旅游的工作 你要做好 不是 顾文少爷 我不是 啊 去 回来 啊 啊 飞龙 细菌 病毒 可惜 对不起 顾文少爷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怕什么 妈 这些脏衣服 还能拿去消毒 我会把我每天近视跟排线的时间都发给你 你记得一定要算好规划 今天这样的事情 不希望再发生 还有个护衣酸是唯一的正常 半天零一摘的少爷 一个比一个有罪 早上七点起床 七点五分排泄 七点十分喝温水 七点十五分喝冰咖啡 七点二十分有氧 七点五十分无氧 不是 当医生的 通常跟脑子都很好 还有那个过度 帮我眨一下眼睛 他真的不会喜欢上任何人啊 如果我是晓晓姐的话 我应该 会选货停车 你就不要吃新网小了 我是卧带同心 我不想再把新网说出来了 听晓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什么意思 刚来离家做女佣 就勾引附身 我没有勾引附身少爷 是他调戏我 趁我喝醉了酒 又尝试接近 明明是你喝多了抢了我 我 妄图惨战离家小小姐的信物 贸人在身份 我没有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妈妈真的给了我一块相似的鱼配 只不过 我真的都在林宅了 所以 所以 我劝你不要在我身上花费热露心思 我是不会看上你那种满嘴滑的笑容 我能让我妈妈撒 我知道在你们四个少爷眼里 我可是个低贱的吓动人 可我代情也是有自尊心的 可不会拿我妈妈的事开玩笑 我刚才的 好像确实过分析 抱歉我 你小小 小小姐你 你个贱人 你个臭不要脸的 敢跟我抢男人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 小小姐平时对我们那么好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 我没有 四个少爷都是小小姐的未婚妇 你在这给你霍总 都被我们抓住了 我没有 我没有 住手 让我再 不用跑 林小小 别这么没出现 不能心动 不可以啊 停车 你是我的未婚妇 你干嘛向你这个小贱人说话 是啊 我总是小小姐的未婚妇 我这个小女佣做什么白人梦 李嘉小小小姐 既然如此粗俗又蛮横无礼 我的后半生 就要和这样的女人一起生活 小姐 你没事吧 秋春 你去回来这个小贱人 让我推开 上位就如此客戴相扯 有笑话吗 我可是离家的小小姐 她就是一个女佣一个下人 我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怎么了 有人招呼 可离遇 你又在欺负我的怪生呀 又将到什么 爷爷 这个林小小 她昨天想抢我的身份 今天还想抢我的未婚妇 这老头子最疼我了 林小小 你就等着死啊 我没有 我只是在跟霍总说说话 是小小姐误会了 你一个女佣 有什么说话的犯吗 说那么多也有什么用了 就没有人会相信我 爷爷 是我先对林小小的你过来 跪下 跪下 你老爷子您别放肆 教训自己的孙子 没拥这个万年插嘴的风 天成 我对你自己有厚啊 早早就把雷家的产业交付于你 你是我最满意的 随你随人选 你怎么能 怎么让我死我呢 爷爷 没事吧 你不要注意身体啊 爷 陈生 你一年纪大了 你要把爷爷好好照顾你啊 你也对我有养育者 我不能辜负他的期待 好 嗯 林小小啊 林小小 你才是那家真正的小表姐又很厉害 你命迹压不住服 整个林家还有这零人宅的少女 都是我的 小女 你家哨有关系回来了 还不来四号 你怎么了 不是 没事的 不小心撞你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 你手要在这给我打马虎缘 你家哨也不是那么好 我去给你倒杯水 你手要在这给我打马虎缘 谁打你了 你原来用谁打我 是小小姐吧 我不过是林云寨的女佣 所以吓走女佣人 谁还不能打我 你说什么屁话呢 傅舍少爷看我被打 一定很开心吧 因为终于有人替你折磨我了 他说的没错 我留他在身边就是要折磨他 但是 看他被打 我怎么会如此的生气 本少爷把你留在我身边 是要亲自折磨你 现在一楼抢在我前面 我肯定不答应啊 跟我走 干什么去 小爷爷 我一定给你倒杯水 我不去 你不能失去这个动作 笨蛋 我这是为了你好 你就这么缺钱吗 没错 我还要赚钱 供林哥哥读书 我不能被开除 林哥哥 林哥哥是谁 附身少爷的表情 怎么这么难看 文少爷我你画的 林哥哥是谁 这些少爷们好像把我当成小猫小狗了 喜欢了就过来摸两家 我一样就一脚踢开 真是受够了 所幸 我三个黄好了 林哥哥是我的 未婚夫 未婚夫 你都有未婚夫了 那你还敢稀少吧 少爷 我什么时候耍你了 你这坏人 就这么喜欢把男人玩弄在鼓掌是吧 我没有 好 想玩 玩耍就会玩 不要 你放开我 就算你放开我 你别跑 就算你放开我 不要 不要 我怎么 你怎么来了 今天你挨打的事情 我也有责任 为我 有情感冷漠中的霍总也会关心我吗 你刚来到凌云宅 有些情况 你还不是太了解 什么情况 虽然我们四个看上去 都是光鲜亮丽的 但实际上 我们都有 没错 我们四个 都有很严重的精神创伤 行为举止 和一般人都不太一样 斯南英长得太漂亮 小时候差点被 伤害 所以导致她现在 都无法独自入水 不只是你 我们三个 都被她如是墙水果 斯南看着阳光开了 没想到有这样艰辛的童年 长得漂亮一个全都是好事 不为她爸爸 死于那种脏饼 这给她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让她有了很严重的洁癖 对外人十分的排斥 不然她也不能当着我面村子 可就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至于傅深 傅深的妈妈热衷于谈恋爱 不停地离婚结婚 最后甚至为了谈恋爱 把傅深送进了乌尔院 所以一旦交往关系 超出她自己的控制 就会诱发很严重的遭遇症 原来是这样 难怪她情绪如此的不稳定 虽然她们几个看上去都很欠缩 但她们都不是坏人 你不用担心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好 沃总 为什么特别跟我说这些 是上卫者对下卫者的怜悯吗 我从来没有对一个外人掌握这些话 为什么没要对她说这么多 大家都住在凌云之来 我不希望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那霍总呢 什么 霍总喝醉和清醒 完全是两种状态 原因是什么 你的伤痛会阴影 我真的很想给你亲口说出来 我真的想给你亲口说出来 你只是个女佣 私自打听主任的事 你约见了 手机病 太牛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没出息 口水都流出来了 你不懂 这幅画在佳德拍卖会上 派出三亿元的高价呢 就这么随随便便挂在这 别人家哪有便宜货呀 就连客房里的马桶 都是纯金的 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一下子就翻身成为黎家小小姐了 从现在开始 你只不过是我的养父而已 我也不是你女儿 要是被她们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 咱俩都定了 是是是 我错了 黎家小小姐 小小姐 林小小 这么快 林小小就搁到这两个少爷了 我这搞什么 她不是你的未婚妇吗 怎么和女佣共舞打打的 你们三个去给我好好教训一下 林小小 是 是 贱人 那小小小姐的男人找死了 就是啊 我们这来了这么久 不是有眼馋的份呢 哎 我说你倒好 一个也不放过 挨个祸祸呢 说了没有勾搭他们 没有就是没有 还敢狡辩 你就算打死我 没有做过事情我也不会承认 行啊 找死是吧 有没有 我 有没有 谁让我们进入卧室的 哎呀 干什么 莉莉你杀人了 你怎么这么说 我真想给他一个教训而已啊 我们 我们也没想他死啊 他现在需要立刻做人工呼吸 不然不出三分钟他就会死 那龟医生你快点救他呀 他现在满身都是心 可我是医生 我不能接死不救 他就要把林小小的 弄在自己床上了 还不快滚 不是专业的医生 不要拯救你 我为了 原来和人接触 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我不是趁你在占便宜 我是在救你 你不要多想 火天 我今天上了冬季鲜皮男顾医生的床 他一定会杀我的 对不起啊顾医生 我不小心把你的床弄脏了 我现在就跟你清醒 顾医生 顾医生 我谢谢你救了我 不过 你也不至于 这么嫌弃我吧 你落他的房间 自己的手可救你 还没想到我呢 四男少爷 凌云宅那么多的庸人 都能胡睡觉 你又不知道天天跑我这来吧 四男少爷 疯了 是做噩梦了吗 不要 不要伤害四男 是梦到伤害他的人了 四男好害怕 不怕不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妈妈 宝宝四男 啊 是不太合适吧 求求你了 宝宝四男吧 以后 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好不好 好 醒醒 你醒醒 你又怎么了 昨天晚上好像做了一个梦 你是不是对我做了些什么 四男少爷 是你偷偷溜进了我的房间 现在问我对你做了什么 我是抱着你睡着的 那我 有梦对你说了些什么 有梦对你说了些什么 她应该是不想让我知道她的心事 所以害羞了吧 你呀 多了很多呀 啊 我都说了些什么 你说 我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可爱的女孩子 哦 哇 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敢戏耍本少爷 真是哦 我好害怕哟 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 在早上戏耍男人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吗 尤其还是在床上 完蛋了 玩过火了 我 你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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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男 你给老子给我下来 林小小是老子的 林小小是你的 我怎么记得 林小小是属于我们四个人的女佣呢 是我让她留下来的 你要不是我坚持 她早就被小小就抢走了 林小小 你等等现在几点 我的早饭在哪呢 梦雷 怎么你也给我抢她呀 好 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 不深 现在二哥也来了 你还好意思说 林小小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女佣吗 童小小 你收拾的时候 有看见我的文件吗 大哥 你也来了 来得正好 正咱们四个人都在 有些话 还是要说清楚 说什么 死男到底要干嘛 是要很丢脸啊 当然是 决定林小小到底属于谁啊 好你个林小小 居然把他们几个都勾搭到手了 林小小属于谁 是什么意思 呃 她的意思应该是 直面意思 你也把林云宅的女佣 都分为给了小小姐 就只剩下林小小一个人伺候 虽然林小小 长长普通 没什么气质 又十分平庸 但我不能否认 她对我来说 很重要 这样 你们把她让给我 我给你们每个人 再借你把林云 你少说屁话思男 你不就想找一个人 先把我扔了我 你这样 你把林云宅给你 我给你花钱 钱一千块左右 不是这样 我的近视时间 已经往十分了 少了你的近视时间 现在就该陪我去上学了 不行 我说了不行不行 哎 林娘不要抢 林小小 我才是李嘉的小小姐 你个臭女佣 平时让三个少爷 都为你生了年 还好 霍亭春没有被你戏 你们三个闹够了没有 霍亭春 难道连你也喜欢这个小女佣吗 你们三个闹够了没有 林小小世人不是玩具 强来强去的 算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 就是一个女佣 你说什么 就是 每天有二十四个小时 我们四个人 林小小可以 每天进去陪我 每个人六个小时 孙男只需要睡觉的时候 有人推 不为 只需要固定时间 给他准备好饭菜 不深 别人陪他胡闹就可以了 而我 霍亭春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霍亭春 你需要林小小给你做什么 这是我的事情 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对我的话丹 有什么意义吗 我现在想要独占林小小 怕是来不及了 别的我不管 只要睡觉的时候 他再就行了 希望不要影响我的早饭时间 给我听 那 说话可就不能变了 现在的时间 林小小要是由我来 跟 给我滚开 你发什么疯啊 好大的胆 怎么跟林小姐说话呢 你是林小小的小小姐 你又不是我爹 我今天跟你说话 我跪着伺候你啊 那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女佣 不逆我 女佣 霍亭少爷 我 在本少爷眼里 这个女佣可比你重要 你四个 不过是我爷爷给我养的 同养夫吧 你的未来可都掌握在我的手 你们存在的意义 完全是因为我 感觉我不高兴 我让你们都活不下去 小小姐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让我去做我 你他妈的 这 你冲动不是 这都打脸上了 咱 他可是不叫小小姐 在我选出未婚夫以前 你们 都是熟 那你要是一辈子 选出来呢 那你们就一辈子都熟 你们 最好都给我手 身如玉 不要跟这个小女佣 拉拉扯扯 否则的话 我让他消失轻而易举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吧 想想 什么局 哎呀 酒吧 酒 酒 酒 哎 哎 爷爷怎么会有小小姐那么好呢 简直不可 还要是一辈子 附身少爷 马上到过来少爷的吃饭时间了 你现在时间属于本少爷的 本少爷不开心 你怎么还能想别人啊 你是高高在上的少爷 身边有那么多人伺候着你 你甚至还有机会能取到离家的小小姐 你有什么可不开心的 不会 被想不可爱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高兴吧 我现在就不高兴 你放开我 瞧 我就是 幼稚 你 我跟学长进去旁边打 你说我可以敲下来看不听学长 小晨来了 啊 不是学长 不帅 你个贱人 怎么跟副师学长在这里 副师学长好帅啊 光光是你碰的他是吗 你也被碰 他是我的女朋友 林小小 你养的本生 科得负责道 我身上的是不是太火烦了 我 我不知道 他没有人 这个女朋友 币我回来 他有点 害怕 他有点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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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医生你在吗 不过医生 不过医生 我怎么不在这儿在全是血了 手术师不小心那么多 你来帮我拖了吧 怎么不自己拖 我行走 你让我拖 你现在的时间属于我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好 股子上的一些长长的时间 帮我拖着它 没关系 裤子里面还有内部 又不是全了 你怎么不拖那一块 顾医生 你又干嘛 那个 那晚上我演出 我得去帮忙 顾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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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干事干嘛 等我们结婚了 你就专属给我一个人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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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妮卡 哎 来的正好 给 帮我抹油 嗯 我 我 不好吧 现在外面可是有三万个女人 都缠我身子缠的不行 你要真这么不乐意的话 我招你三万钟的一个来帮我 他们 可都是很饥渴的 你猜猜看 他们会不会对我这个小可爱 做出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 好吧好吧 嗯 好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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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工作 也太折磨人了吧 你怎麼不穿內櫃 想要傷害 你這想把全醫院在這兒反來為關嗎 哎 醫生進入手術 要確保完全不確 所以不能穿自己的私人衣物 這是常識好嗎 常識 為什麼你也不能讓自己跟女人放特衣服 我想問 啊 什麼 我可以娶你 啊 啊 我謝謝你 你不是一直想娶離家的小小姐嗎 我有 嚴重的潔癖 不能和一般的女人正常接觸 那 我不會也是一般女人嗎 你不一樣 畢竟 沒有過欺負之前 啊 啊 什麼欺負之前 沒有 絕對沒有 女人 我不是剛給你做過這個呼吸 才請完你就不認證了嗎 是也算 我 我 我 郭醫生 你你想幹嗎 因為那個弄好了我 嗯 嗯 嗯 你幹嘛 你這雙手 好神奇啊 啊 可能是因為之前幹活 留下的老姐 每天晚上只有握著她 我才能夠安然入睡 誰能想到那麼光鮮的給劉明星 居然有那麼不堪的童年 林曉曉 這輩子都和我睡吧 哎 哎 碰流嗎 哎 你也太心急了 倒是等我求完婚後再生氣啊 哎 世光很難少一個 先是一個比一個活的 是林曉曉嗎 來一下 霍總不會又喝醉了吧 現在不是屬於我的時間 你不想進來 也沒關係 霍總找我是有什麼事嗎 沒有酒吧 霍總是真的在問我 他 對不起 所以 早點休息 我就是 喜歡我 你怎麼跟著孩子 哎 恭喜恭喜啊 哈哈哈 歡迎歡迎 歡迎歡迎 你說我們是什麼人很賤的人嗎 居然在這裡給小小姐張門庭 我粉絲見面會對沒有笑這麼多 我臉都笑僵了 你們今天有誰看到林曉曉了嗎 我看見了 號上是被小小姐的女優 你帶走了 小小小姐果然是情質欲言 只有她 才能和四個少女相配 你居然會輸給這樣的賤人 林曉曉 最近勾引我的男人呢 我爽了 沒關係 我現在就給你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 只要你把這個藥劑 只要你把這個藥劑 放到少爺們的酒水 你供應我男人們的事 我可以一股勾銷 否則 我將會讓你一點一點 慢慢的送去 當然是為我們今晚官宣婚序祝信 會不會是那種藥吧 那你幹什麼呢 想死啊 李老爺子好不容易找回孫女 就迫不及待的帶出來的跟大家借 這李家的小小姐可真是個才生爹 我們得好好地討好她 林雲宅的四個少爺都那麼優秀 不知道小小姐會選誰呢 哎 快開始了 走走走走 反正少爺們早晚都要和小小姐結婚了 過早會晚的事了 我 上爺們對我還是挺好的 我 這樣不就是住走的一面吧 小小 啊 不好 需要接受到哪一位 李小小 你在這裡幹什麼 哦 嗯 嗯 你的臉上 有局部續把擴張引起的橫腫 你是被人扇巴掌了嗎 嗯 你是被人打的 嗯 沒有 我 我不小心摔了一下 嗯 嗯 嗯 小小小 你是用香奈兒的護手霜擦臉嗎 還是被用塗了香奈兒護手霜的手打的耳光 鑿打本少爺的小女傭 我又很好看 是誰 你說呢 還有誰 是他 全世界的上流人士都來了 從今以後 他們都要跪在我葉柔的腳下 今晚 今晚邀請各位前來 繼續要向你們介紹我的親孫女 李小小 大家都知道 我的親孫女在外流落了15年 感謝葉佳 收留了我的孫女啊 請葉雄葉總來說幾年 好 我們家收養葉柔後可真是盡心盡力啊 吃的穿的用的那都是最好的 每個月葉柔光生活費就高達一百 不是是一千萬呢 嗯 這是來找李老爺子算帳的吧 哼 真是個土包子 就這點錢還值得說 不光這些 成人李的時候 我花三百萬給他買了車 又花五百萬給他買了房啊 還有呢 還有 謝謝葉佳 替我照顧孫女啊 為了表示感謝 我會送出一百億的合作合同 現在 到了挑選孫女序的環節了 我先向大家介紹 我先向大家介紹 是為我的孫女序的候選人 他們是黎智集團總裁 霍廷春 世界知名導科醫生 顧維 全球井流明星 四男 全球 第一名下的高材生 副師 小林 去吧 去選一個你最喜歡的 然後 跟他跳一曲開場舞 嗯 好的 爺爺 不說了 哈哈哈哈 你在吃什麼醋吧 四位少爺 選份就是屬於這家小小姐的呀 他來了他來了他籌不做了呀 我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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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千萬別喜歡我呀他 嗯 他看著就很糟啊 不行我來喝一杯 哎啊 就這酒 不會這麼巧 要就散在這個杯裡吧 不行 我也得這麼醜 嗯 哎 坐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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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嗎 到底哪個少爺喝的是撒藥的酒啊 啊 小姐 我得再喝一杯 喂 林小小 讓你做的事都做好了吧 小小小姐 我 哎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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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做了一個很開心的夢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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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ий 在夢中 小小小小小小 我跟我喜歡的人在一起 聽你的字ullah 자연 你 她 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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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好真实 怎么也感觉这么累 怎么回事 郭总怎么在我床上 昨晚上 那不是我在做梦 哎你别落我被子呀 吵鼻 怎么四男少爷爷在 妈别吵 好让我睡觉 不知道你是傅生少爷爷 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啊 谁去我头 啊 你 小小小 爷爷 你都看到了 林小小那个贱人他就是故意的 他这明明不能呼 你怎么还成效 谁知道啊 一杯就倒 脸这么红 八十八十九千古 你们是爷爷为我选的未婚夫 又不该对一个女佣这么在意 你们该在意该头好的人是我才对 哎 爷爷事发突然 我先送小小去休息 我去帮帮他 我帮帮他 我帮帮他 爷爷 我监督他们 爷爷我是医生 他们需要我我去看看啊 哎 你们这 哎呀 这女佣是什么来头啊 这四个少爷竟然如此的紧张 一个女佣 是呢 对一个女佣的加异程度 都超过了小小姐 爷爷 这个林小小她心思不单纯 自从她来到林运寨 就处处跟我作对 之前她想抢我的身份也就算了 现在连我的未婚夫都要抢 爷爷 你可要请我做主啊 放肆一个小女佣 我今天敢这么对我的事 王滚家 老爷 王滚家 老爷 把林小姐给我带过来 老爷 您别生气 既然小小姐选择嫁给货送 那其他三位少爷 喜欢谁 和谁在一起 就和小小姐没有关系了 你说的 倒有些道理 你的下人胡说什么呢 小提 不可以没礼貌 小小姐要嫁给货总 其他三位少爷 也要娶妻生子 我觉得 林小小这个姑娘不错 能干 勤快 最主要的是 她能管得住三位少爷 爷爷 她是 老爷 难道你就没有发现 自从林小小进了凌云宅 四位少爷 就再没有打过架吗 这么说的 这林小小 倒是功不可目啊 是 小爷 你不能太霸道了 你今天已经选进了停车 这个月就安心去法国 准备和停车的婚事吧 不要再胡闹了 是 爷爷 好了 好了 你跟林小小 敢抢我的东西 你就别想待在凌云宅了 你们 就是林小小的妈和哥哥 是啊 是啊 呃 其实她不是我亲生的 是我在外面捡的臭药饭的 小小姐 啊 那个臭丫头 是不是对林小小表现的不好 她要敢得罪小小姐 我揍死她 啊 那 让林小小消失 这些钱 就是 啊 好好好 哎 哎 哎 富山少爷 嗯 你能不能提醒我 不接之后发生什么 求求你告诉我吧 就已经一个月了 还没打 那天我追酒后 就被霍总带走了 除了四个少爷以外 没有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不过 那怎么行 不行 那算了 那你用其他三个人好了 他们开的条件 所以比我好 哎 说说说 哎 哎 你要不这样 嗯 你静我一下 哎 你跟这人我认识这么厚的 哎 哎 哎 没事吧 你个贱人我认得那么厚的 没事吧 你谁啊 敢在林云寨打我的人 老娘打谁你滚掉吗 我去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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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说 这个婆婆是你妈 林小小 这次你飞滚蛋 可 那你口声能为花夫林哥哥 就是我哥 对不起啊 我骗了你 林哥哥不是我为花夫 是我亲哥哥 他日子过得这么苦 我之前居然还这么难他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就快点给我让开 我要带这个小贱人回去跟我儿子结婚 您说什么呢 我可是你亲女啊 我怎么可能生出你这种爱勾搭的小贱人 你不过是我在街上捡到的臭药饭的 我把你养这么大 不过就是为了给我儿子做媳妇的 那我的亲生父母在哪儿 亲生父母 你那也是臭药饭的了 我捡到你的时候 你身上就挂着一块做玉佩 一看就是不值钱的玩意儿 玉佩 这玉佩呢 可是我们家的全家宝 小莉啊 爷爷现在就把它送给你 啊 嘿嘿嘿嘿 来 玉佩 小林 我 我才是李嘉真正的小小姐 贼小小 还不快跟老娘走 放开 我就说亲妈怎么会照顾的这七女儿 林小小是我林云宅的人 怎么能让你随便带走 还想骗我 这个小贱人 不是已经被林云宅的开除了吗 放屁 谁知道开除她了 我说的 我是李嘉小小姐 开除一个女佣 还用几乎谁的同意呢 我都关于月收过了 她是我们四个人 你凭什么跟她走 哼 既然我是李嘉小小姐 那么以后整个李嘉都是我 别说是林小小 就连你 我也能让你滚蛋 小小姐 我真是把这个小贱人带走 走 走 你放开 你个小贱人 你给人点表情啊 要不是李嘉小小姐 老子会亲自过来带你走 走 这可动作都是废了你 哎呀 就在这手 不讲理啊 讲理啊 我不带你走 我带走自己家的儿子 不然 给我放开 少爷不动 放开他 走 放开他 林云柴的人 我看谁敢动 一人要开除林小小 他还找了林小小杨吗 必须他嫁给这个别三 我儿子是高财生才不是别三 这小贱人能嫁给我儿子 是他祖父母亲一样了 你才刚从法国回来 是闹到家里鸡去 庭晨 你们都是我的老公人选 为什么总帮着坏人说话 哟 这还没结婚呢 还少回头 我们这是帮女父帮亲 哼 谁要是娶了你啊 也算到八辈子血没了 对对对 反了反了 你们都反了 我才是李家的小小姐 我现在来看出一个女佣的资格 都没有了吗 行 我把你们全都 赶出林云宅 那可太好 我现在就要带小小子 谁爱去呢 也就去 霍天真 你为了这个贱人 连李家的产业都不要了吗 我只是不想要 霍天真 你居然这样羞辱我 我一定要让李家把你出名 一分钱都没想得到 霍天真 你给我站住 怎么 你又想给我抢小小 林小小本来就是我的人 不用那么着想 那你什么意思 大哥 是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娶她 咱俩让我们娶她 不 你们不过是我爷爷 给我养了为婚夫吧 你们想犯了 小小姐天天把造反挂在嘴上 那要不 我们就摆一个给她看看 你们 我这个人有洁癖 就是客们的心脏 这个林云宅 若是没有林小小 我怕也睡不着觉 那要不就让我们一起 红尘作伴 陈小小 我们走 找这么大 我还是第一次感觉时间有家人 我 小小 你怎么了 你不会是 怀孕 啊 我有了 你们别乱说话 哎呀 这小贱人装的青春倒是挺野呀 儿子 幸亏你没把她取到家来 要不然你这绿帽子要戴到房里 闭着吧你 臭层八 保镖 把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去 哈哈哈 你害她 你害我 我应该要当爸爸 什么你要当爸爸 你你就是我要当爸爸 这 我们俩别争了 这个孩子 不都是我 我我这什么都是你的 这三 再搞事吧 小小的孩子 明明就是我的 这三个人怎么回事 喝完酒 怎么变得这么凶 我知道 你醉了 该好好休息 我没醉 我真的知道 少爷们是因为喝的酒 被下药了 小小姐给我的药 让我下给你 你 她给你什么药 应该是 你冷药 什么时候的事 我刚才在宴会上 我的熟妹一抖 药就全散了 少爷们应该是全都给喝 她让你给我们下药 你就给我们下药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 她是小小姐 我就是个小女生 她让我做的事 我就算喜欢你 我也不敢不做呀 喜欢我 喜欢 我最喜欢我 你喜欢我 为什么不做脸书 我 我喜欢你 我哪里配得上你 我又不是李嘉晓小小姐 我哪有什么气 一定是药物的原因 让他们三个人的记忆 发生了扭曲 我才是小小的爸爸 大哥 你 该不会是想说 这个孩子是你吧 没错 这个孩子 确实是我跟小小 明明我才是李嘉的小小姐 你们为什么都喜欢这个女样 我不欠 我不欠 感情的事情 本来就是没办法勉强的呀 别说你是小小姐了 就算是天丸老子来了都不行 你这样子 真的很影响运过的情绪啊 叶蓉 该说的 我都已经说了 现在我们 就要带小小走了 太流失望了 林小小 你给我过来 爷爷 你叫我什么 我真好想你 别怕 要我们保护你 四个 为了这个女人 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吗 爷 如果您说别的我们都听 但是如果您让我们娶这个刁蛮的小小姐 我们死都不会答应的 你 天丫 连你也不听爷爷的话了吗 小小有了我的孩子 我不能辜负她 霍总 谢谢你 傻瓜 不是只有你喜欢我 很早之前 我也喜欢你了 干 打住 霍定诚 这明明是我的孩子 是我的 是我的才对 什么你们的 那是我的 好了 你们别吵了 小小和孩子 都是我的 你 把刀吗霍定诚 你们 您把爷爷气死了 走走走火车 快走走火车 等着老子的意思 我就能继承李家 到时候 我一定千倍百倍的抱负你们今天给我凶了 李小 我爷怎么样 我 李老爷子年纪大了 受了打击 正在抢救 你们 谁是稀有血型 老爷子现在急需出血 小小姐就有稀有血型 我 我不是 怎么会呢 小小姐小时候检查过 你就是稀有血型 可我真的不是 你不是 如果你不是 你就不是离家的小小姐 我 黄管 瞎你老年迟来记错了吧 我怎么可能会是稀有血型啊 他居然不是稀有血型 那他就不是小李 小李究竟是谁 如果没有稀有血型 那老爷子怎么办 我是稀有血型 这 难道真正的小小姐 是她 我听着想干嘛 他不会发现什么了吧 月容 你不应该解释一下 我 我解释什么 我是离家如假包换的小小姐 是不是如假包换 自过亲子经历就知道 难道听称她 知道月容是假冒的了 我不允许 谁敢给我做 又没说给你做 顾文 大哥 你带林小小 去跟夜做个亲子见证 好 他 果然看出来了 我才是真正的李小小 郭文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难道林小小 才是我们离家的小小姐 她不是 她不是 我有离家小小姐的玉佩 我才是真正的小小 这个玉佩真正的主人是谁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果然 我才是李家的小小姐 你老爷子 是我的亲爷爷 你才不是李家小小姐 明明我才是 早上小小是我们离家小小姐 我们何必何必 跟她背什么话 赶紧不紧 把你搁起来 就老实了 我不是他刚刚跟我 我才是李家的小小姐 放开我 你也回家 医生 怎么样 行行行行 李老爷子也醒了 他想见见你 我 别怕 我陪你继续 爷爷 老爷 小小姐来了 爷 我找你 你跟你妈妈长得这么像 你就应该是我的亲孙女 好孩子 是爷爷让你受苦了 爷爷 老爷 这次肯定不会错了 恭喜老爷 小小小 爷爷知道你怀孕了 接下来 你们有什么打算 爷爷 我想 爷 爷爷 你没事吧 那个假小姐啊 已经被我们给丢出去了 爷爷 你们在聊什么呀 小小 你的未婚夫 你是要好的吗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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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小 你不会真的不知道 那天晚上发现了什么了 霍地震 你这玩耐吗 对啊 现在你们的小小还是小小姐 我们也不过没竞争啊 就是 你要是敢耍无赖 我可拿小肚水喷你了啊 你三个手下代价 我怎么看 我还去运 哎 你 哎 你 你 你 我 你 我听车说的没错 我还是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即便是过了很多年 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但我 很幸福